自从本月3日开始,美国夏威夷基拉维尔火山开始出现爆发,到现在仍然在活动,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星期,喷出了大量熔岩,毒气和火山烟尘,导致上千人被破疏散,熔岩影响的范围已经超过了2000公顷。 基拉维尔火山在夏威夷岛上找出的声势可谓浩大,甚至可以从太空中看到,近日,去英国美日邮报报道称,欧洲航天局公开了陆地监测卫星记录德莱尼致信的卫星图像,显示了夏威夷大岛东南部地区火山的活动情况,火热的火山熔岩流在绿色的陆地上,呈现明亮的红色和橙色,并游向附近的居民区,尽管从卫星图像来看, 夏威夷岛上的火山熔岩只有一小部分,但对于岛上和居民们来说,火山的场景与世界末日无异,在夏威夷大岛上,附地叶开口子,熔岩流从当中涌出,超过1000度高温的熔岩,枷锁导致处烧成焦土,道路也因此被切断,随着熔岩继续喷涌,还是放出了大量二氧化流气体,这是一种有毒气体。 根据当地官员说法,还有2000人生活在沿海地区,可能会因为熔岩流气的公路而不知道如何逃生。 现在岛上这一地区的人们开始大量逃命,因为在当地时间周六上午,火山出现了一次爆发,火山灰达到了3000米以上的高空。 美国地质调查局,在这一地区,仍然维持着高度警戒,它指出火山爆发可能在任何时间发生。 根据USGS发布的一系列调查显示,火山爆发可能产生致命的高浓度,而氧化流气体,在半近一公里内的顺风地区出现,并且火山爆发还会向空中投出巨大的碎石和熔岩。 与大多数和火山处在板块交界处不同,夏威夷基拉维俄火山比较特殊,它位于太平洋板块中心地带,这也意味着基拉维俄火山活动与一般的板块活动无关,而是因为地满柱活动。 目前,太平洋板块中心的地满柱热点正位于夏威夷大岛地区,这里的熔岩流属畸性,二氧化龟含量低,温度高而粘度小,因此容易流动非常具有毁灭性,直到入海才会冷却。 当熔岩进入海洋冷却时,会释放出有毒气体和细小的二氧化龟含量并飘散到空气中,USGS警告称,这种过程将使得空气对人体有害,尤其是会刺激呼吸到合肺。 到目前为止,没有机箱显示基拉维俄火山将频质喷发,科学家也表示没有办法确认火山活动合时结束,也不能确认火山真正的大爆发和时到来。 在最近,地质学家表示,在三周以来,基拉维俄火山的活动已升级,基拉维俄火山已经进入爆发前的最后时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